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專家都沒分歧 國際原子能署總幹事達臉北京 遇到冤大頭 胃口真大 建交三個月 向中共討200億美元 徹底失寵 中共混成這樣了 全球不再承認香港議會地位 莫待民選議員發連署信呼籲 耶倫 美中政府分歧 但美國與中國人民並不存在分歧 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報導和分析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 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專家都沒有分歧 國際原子能署總幹事達臉北京 國際原子能署總幹事拉斐爾格羅西 發日在首爾接受韩聯社專訪時表示 參與編制日本福島河水排海綜合報告的國際專家之間沒有分歧 他還說 通過稀釋降低濃度進行排放的方式不是特殊方式 韩國 中國 美國和法國均採用這種方式 韩聯社8日報導說 在專訪中 國際原子能署總幹事拉斐爾格羅西對路透社曾報導 在編制報告過程中 專家之間出現意見分歧的說法澄清道 這似乎存在誤解 他保證 參與編制報告的專家們 從未向他表示過對相關內容有不同意見 格羅西告訴韩聯社能明確的是 此次報告的編制符合規則和標準 是國際原子能機構最終版本的綜合報告 他表示 曾看到有報導稱 有一位專家持有不同意見 他不知道這有何意義 遇到冤大頭 胃口真大 建交三個月向中共討200億美元 胃口真大 除了鐵路投資之外 水壩和發電設施通通有興趣 自3月26日與台灣斷交以來 左翼宏都拉斯政府和中共建交已經超過三個月 最近兩國宣布啟動自貿協定的談判 宏都拉斯希望透過這個合作來尋求投資 以籌措資金來建設一個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的鐵路項目 預計需要約200億美元的建設資金 據路透社發自宏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爾巴的消息 宏都拉斯經濟發展部長弗雷迪·塞拉托告訴記者 宏都拉斯政府正與中國政府討論建造水壩 建造跨洋列車等 宏都拉斯有興趣獲得融資的項目 這些項目對我們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也與我們的發電系統有關 該部長透露說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官員 對使用公共和私人資金開發的項目表現出了興趣 據中共商務部官網公告 宗洪自貿協定談判7月4日啟動 第一輪談判7日在宏都拉斯進行 中共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王壽文率中國代表團與會 宏都拉斯在今年3月26日與台灣斷交 轉移中共建交 原因是因台灣沒有滿足其虛索 據台灣外長吳釗燮介紹 台灣3月13日收到宏都拉斯外長一封信 調整金額 共計24.5億美元 吳釗燮說 台灣一般是用項目計畫的方式合作 協助相關工程 但宏都拉斯直接索要現金 形同賄賂 宏都拉斯轉向北京後 有分析認為 北京的撒幣規模應該超過台灣 才能促使宏都拉斯轉變 徹底失寵 中共混成這樣了 美國英國自去年底就陸續傳出打算 從台灣引進華語教師以取代中共建立的孔子學院 使得兩岸在國際上競逐傳授中文的天平 正朝向台灣傾斜 資深媒體人石板明夫 今在臉書貼文就指出 日本納良縣的天理大學將在2024年增設中國語學科 不過宣傳上完全不提紅色中國 只宣傳台灣 說明日本社會正在看衰紅色中國 看好民主台灣 石板明夫表示 他幹到天理大學的招生廣告 希望明年參加高考的學生 積極報考中國語學科 但廣告上寫的文字卻是徹底了解台灣 同時註明 該學科是一門可以深入學習台灣社會 文化 從你最喜歡的台灣開始 理解中華世界的多元性 透過體驗型的學習內容 掌握可以實際運用的語言能力 和豐富的人間力 也就是做人的素養 你也能成為一個全球人才喲 石板明夫說 這幾句宣傳 讓他有恍入格式之感 因為30年前他上大學的時候 正趕上中國經濟開始進入高度成長期 各個大學的學生在選擇課程的時候 選修中國語的學生突然間多了起來 教中文的老師大部分都來自中國 現在想學中文的學生更喜歡的是台灣 透過學中文可以認識台灣 成為了招攬學生的一大優勢 石板明夫指出 這幾年台日關係發展迅速 台灣的防疫成功 和台積電落戶雄文等新聞 提升了台灣的形象 也增加了台灣的魅力 同時 中共習近平政權這幾年施展戰狼外交 四處竖敵 使紅色中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 高中生報考大學時選擇什麼學科和專業 是這些學子和家長對未來的一種投資 他們當然要選擇回報率高的 石板明夫認為 中國語學科這個名字好像和台灣不太協調 看起來怪怪的 他看到招生簡章又提到台灣華語一詞 蠻有創意的 似乎可作為改名的參考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現代漢語被中共改造 加入了大量黨文化的詞彙和內涵 已經被嚴重污染了 而台灣沒有經過中共為破壞中國傳統文化 而推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文化就被破壞得很少 對比中國大陸 從語言和文化上 更接近和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 全球不再承認香港議會地位 末代民選議員發連署信呼籲 香港立法會全票通過修改區議會的組成方式 民選議席有400多個大幅減到88席 2019年年底抗爭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 民主派大勝 當中不少是本土派 選舉結果令北京震驚 為了完善愛顧者治港 政府落手修改區議會的組成方 除了大增委任議席 民選議席則從90%大幅減至不足兩成 香港立法會上週四以88票支持 零票反對 三讀通過 一般於19年通過直選贏得區議會議席的民主派前區議員 週六發起要求全球政府不再承認香港任何議會的聯署信 希望讓世界知道香港議會是虛假 辦代議政治 大家不應該認可 將香港人不能發出的聲音帶出來 有至少19名前區議員響應 包括徐志峰 郭死健 黎志強 易錦龍和林兆斌等 有兩人因《國安法》故匿名支持 耶倫 美中政府分歧 但美國與中國人民並不存在分歧 各派美國財長耶倫訪問北京第三天 8日中午 耶倫邀請六名中國女性經濟學家共進午餐 耶倫向與會者表示 我們有著相似的故事和經驗 如在經濟學領域的經歷 或是身為房間內決策桌上唯一的女性 所面臨的挑戰 據美財政部消息 耶倫午餐會上還有提到美國與中國人民的關係 耶倫指出 美中政府雖存在分歧 但美國與中國人民並不存在分歧 並稱 美國已有數百萬中國移民而自豪 他還說 美國熱切歡迎中國遊客 中國學生前來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出事兒了 中共軍方高喊 堅決破除小山頭小圈子 接著是綜合報導 外星人的陰謀 2023真正驚人的發現 據心叵測 中共又盯上這1.8億人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